欢迎收听12月2日自由亚洲电台新闻节目 我是宋志杰 首先是今天的新闻係要 合成毒品芬泰尼违禍加拿大 报道指包括香港三合会有份协助毒犯洗黑钱 香港条高今年度裁赤 预计去到1000亿港元 陈茂波坚称三几年内恢复平衡 有疑似小分红在英国港人集会上捕乱 其后被围堵 想找试管求助被拒绝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星期六和美国总统当选人特朗普 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区乐部会晤 两人集中讨论毒品流入美国的问题 但杜鲁多并未得到特朗普 放弃对加拿大所有产品征收关税的承诺 这次关税风波的主因 是加拿大正处于合成毒品 芬泰尼的空前危机当中 不单只是街头吸毒者泛滥 背后更牵涉复杂的国际犯罪网络 甚至中国、香港三合会 以及加拿大赌场 有千丝万类的关系 江永报道 在加拿大温哥华市中心 长期有一些吸毒者在街上逗留 显示加拿大的毒品问题相当严重 而更令国际关注的是 美国指加拿大正将问题输出到美国本土 危机的核心之一是在加拿大出现 被称为超级实验室的非法毒品制造基地 这些超级实验室 利用从中国构得的化学原材料 制造出成隐性极高的毒品 源源不绝地供应北美市场 根据加拿大媒体CTV报道 上个月 王家骑警在卑斯省查获的一处超级实验室 被称为加拿大史上 最大而且最先进的毒品制造基地 至于如何将非法交易所得的资金洗白 网媒The Bureau的创办人 调查记者Sam Cooper提供了更多线索 据Sam Cooper透露 这个跨国地下钱庄网络 涉及香港三合会14K和新义安的成员 规模庞大 甚至滲透至温哥华的房地产开发领域 因此被外界称为温哥华模式 加拿大媒体Global News的调查记者 曾查阅一份在2017年 提交给卑斯省政府的内部报告 报告指出 卑斯省司法厅长 在联邦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时直言 加拿大的反洗钱系统已经彻底失败 他还透露 犯罪分子公然攜带 装满几十万毒品交易所得的现金 的曲棍球袋进入卑斯省的赌场 但至今未有任何相关起诉案件 据移居加拿大的港人杰斯透露 列治民市的河石赌场 是其中一个洗钱黑点 是将非法交易所得的资金 转化为合法的博彩奖金 为什麽那里长期有些人 就会上班 据钱其实就是帮 这些一刻帮他将钱洗白 那些方法层出不穷 这些最原始的那些 就搬了整张 白家落台 一边买装一边买坑 一边买坑 一边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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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赢一边赢一边赢 钱全部 那我当在京 减50 以后将这些钱 变成不是黑钱 据美国之音报道 上个财政年度 美国海关特工 在加拿大边境 查获了43磅分泰尼 而在墨西哥边境 则查获高达21,100磅的分泰尼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江永报道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宣布 将这个年度的财政赤字股算 由年初预算案估计的481亿 调高度大约1,000亿 增幅超过一倍 但他依然表示 绝对有信心 可以在三几年内恢复平衡 有学者说 见不到陈茂波 有怎样处理巨大财政黑洞的路线图 估计来近香港的信贷评级 可能会被降低 陆南财报道 政府财政流血不止 一早已经写在场上 陈茂波星期一在立法会 终于承认 预计今年财赤再破千亿 财政预算案 换估计的330亿元卖地 保地价相关收入 去到10月底只有37亿元 达标无望 但陈茂波仍然是那句 财政黑洞遇上经济下痕 陈茂波强调 以截留为主 开源为库 而面对市民造成震动 但截留措施 除了维持公务员编制 零增长 再无其他板斧 自10月底 香港的财政储备 已经跌到5709亿 相当于12个月的政府支出 比起2003-04年度的13个月 情况更加严峻 浸大政治及国际关系 前在理教授黄伟国表示 正常的做法 是削減公务员编制和薪酬 以至医疗教育福利等开支 即是回到2001-03年 梁錦松做财政司司长的年代 如果政府继续无视财政问题 将会影响香港的信贷评级 理财的表现 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不理政府有没有认语 或者就算有财赤 有没有相应措施去处理 都很重要 但如果你看到陈茂波 在这三方面 给不到一个很明确的路线图 我们都很相信陈茂波 在来界两年半后 都不会再打算继续做财政司司长 更严重的是 1000亿左右的财赤股算 已经是先洗未来前 政府2024-25年度 预计发债1200亿 还债242亿 得来948亿元收入 以支付基建开支 未来三个财政年度 政府每年再发债1350亿元 但有借有还 政府要偿还的款项 也逐年增加 去到2028-29年 就达到还债高于发债的情况 还债高于发债 意味着政府近南回复收支平衡 黄伟国旨 最坏的情况 是市民对香港失去信心 基本法第107条列明 政府财政以量入委出为原则 力求收支平衡 避免赤字 但黄伟国旨 自从有了国安法 已经没有基本法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陆南菜报导 英国多处在周末都有港人举行集会 抗议香港47人案判刑 其中星期六 在列斯举行的墨站抗议 期间一名讲普通话的男人 向集会者订饮品 讲粗口和展示不文手势 他之后被港人追捷时 怀疑一度致电中国使馆求助 但被拒绝 期间他更加质疑 中国使馆有什么作用 当地警方一度扣查那个男人 但其后指手证有困难将他释放 文在山 梁明康报导 中国电影《战狼2》有一句对白 无论你在海外遇到什么问题 请你记住 地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不过事实却未必如此 在刚过去的星期六 港人组织列斯手组连线 在当地市中心举办墨站抗议 反对47人案裁决 港人移工向徒人讲解香港情况时 突然有一杯饮品在他们面前爆开 披线到移工身上 并浅执示威标语 两名组织成员 随即追捷 向他们投策饮品的南依华蕊男子 并同时报警 那个男人 跟两名华蕊友人尝试逃离现场 但被成员紧追不舍 现场影片所见 两名成员已经问质问 那名男子 为什么向他们订奶饰 他却布以不民手势 并同有人论来用普通话辱骂港人 你就是死啊滚啊 你是不是中国人 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你是不是坚持一个中国人啊 你放心 踏到你们香港的地方的时候 你们就知道什么叫中国了 那个男人 他又和同伴丑散了 落单的他 而是致电中国使馆求救 我现在被港独威胁 我现在被港独分子威胁 我现在被港独分子威胁 港独分子贴着我的脸 我需要领事馆的帮助 通话中他亲口承认 曾经向港人投资饮品 又声称自己可能会遇到危险 提出可否到最近的大使馆尋求协助 但他的要求 竟然得不到中国使馆正面回应 之后他拿着个电话 无奈地自问自答 那中国使馆他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请告诉我 这就是没啥作用的 西约黑棍警方 星期一回复本台查询 确认警员当日接报后到场 以涉嫌襲击 拘捕一名22岁男子 但后来因为手证工作有困难 将他无条件释放 当日追据那个男人的烈丝手足 连线创办人张希晴 和成员阿菲向本台表示 他们当日已经和警方录取口供 并提供所有影片等等的证据 但警方指 那名男人声称自己只是不小心 将饮品丢在他们前面 不过张希晴表示 当时那个男人距离他们3至5米 不接受他的说法 并对警方的处理感到失望 张希晴表示 列斯国会議員索贝尔普 曾经到现场支持他们 并问他们有关中国跨境镇压的情况 而材后的小粉红襲击 正是一个罪戒例证 他其实昨天有打给中国大使馆这个动作 我们的感觉就是他觉得中国在英国的领土可以做到任何 做到一些行动去保护他 可能他不是很清楚他现在在英国的领土里面 但是昨天因为真的有很多不同的学生 他们是不停留着拍照的 即使无论他究竟是受到中国指派也好 他是出于一副外国的心也好 其实在英国的土地上 他们做这些行动是非常非常影响 我们搬来英国的香港人 阿菲说他们目前难以追究 涉事男子的法律责任 但他们会继续从不同途径追究 包括向国会議員增数 我们是在英国这个有言论自由 有集会自由的地方 我们做的事是只是表达我们自己的意见 他可以不同意我们的意见 但他不能阻止我们发表我们的意见 我不觉得英国是应该可以被他 就是这样的消耀法外 我们完全就不出声了 而过去两天 英国伦敦 雷丁等地 都有不同的集会游行 抗议47人案的判刑 继续实践港人 在英国集会和言论的自由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文在山 梁明康报导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名的案件 踏入第一百日聆讯 继续作攻的黎智英 提及在港区国安法生效之后的国际支持 是想阻止对香港自由的侵蚀 形容当时很绝望 哪一方面的支持都可以 他又说 访命期间谈及的冷战 是指中美价值观之战 强调无意主张对中国发动冷战 鱼港生报道 香港黎智英案 星期一踏入第一百日审讯 黎智英第八日作攻 辩方先展示陈梓华 在2019年10月的月结单 显示一笔以支票入账 14.4万元的交易 黎智英确认是他的助手 Mark Simon代表他 赞助陈梓华的报纸展览 而当时他尚未认识陈梓华 黎智英在庭上重申 从来都没有给陈梓华任何奖励 而黎智英的Twitter账户 分别在2020年6月和7月 提及和转发对华政策 跨国议会联盟iPAC的贴文 他早前公称 他的Twitter账户 是由前苹果专栏作家 李兆富协助创立和经营 他今在庭上表示 当时根本不知道iPAC是什么 法官道立兵就质疑 既然李兆富熟悉黎智英的要求 他必然知道黎智英不认识iPAC 黎智英回应说 当时相信李兆富会为他发布合适贴文 法官李运腾就关注 国安法当时已经生效 他是否认为争取国际支持仍然重要呢 黎智英确认仍然重要 但指已经无办法阻止国安法推行 并在辩方提问下回应 说当时的国际支持 是指阻止对香港自由的侵蚀 而他心目中没有特定的支持方式 并直言我们已经很绝望 所以什么支持都可以 辩方之后展示黎智英2019年 在美国和保卫民主基金会对谈的藤本 黎智英确认 在对谈的时候 提到美国和中国交涉的时候 应该运用道德权威 亦提及冷战和核武 黎智英强调 自己只是以核武比喻道德权威 冷战则是指中国和美国特朗普政府 已经形成的价值观之战 辩方之后追问 他是否在主张对中国发动冷战呢 黎智英就表示冷战当时已经成形 自己只是支持而不是主张 法官道理兵问及道德权威的意思 黎智英指是公正 公平 公义 活在真相中 和在人类尊严的正确一方 并同意辩方指 他是暗指中国缺乏道德权威 法官李素兰就问及 黎智英为什么用核武来做比喻 黎智英回答 如果我用其他比喻 你同样会问我同一个问题 重申只是用夸张手法强调重点 而就黎智英在2020年5月 接受台湾节目访问的时候提及 很想CIA 美国 英国 影响香港人 因为他们的支持 和外国的势力 是港人唯一能够支持下去的言论 法官道理兵就关注 为什么CIA能够帮助运动持续下去 黎智英表示 当时有谣言指控 他和其他香港人受CIA的指示 因此上街游行 但是他其实并非指CIA实际有影响香港的游行 只是说 如果有任何影响 就只会是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持 辩方问 所以实际上 美国有没有影响香港的示威呢 黎智英指 完全没有 我可以保证 法官李素兰就质疑黎智英 怎样能够担保美国并没有影响游行呢 黎智英就回应 如果真的有 所有人都会知道 他只有在法官李素兰追问下重申 他所指的外国势力是国际社会的支持 认识包括为香港发声 和中国谈判和谴责中国 审讯星期二继续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于港生报导 美国传媒报导 中国在两年多前成立一个工作小组 分析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被西方制裁的影响 从而推演 假如攻打台湾之后 怎样应对制裁 评论说 北京一旦攻台将会失去几十年来赚取的经济利益 相信俄罗斯的教训 会抑制中共武力犯台的念头 美国《华尔加日报》星期一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 中国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 几个月内 就成立了一个跨部门联合工作小组 专门研究西方制裁的影响 并定期为中国领导层赞写报告 知情人士说 这是为了吸取经验教训 了解如何减轻制裁的影响 如果未来一旦爆发台海冲突 美国和他们的盟友 对中国实施类似的惩罚 这些经验将会派上用场 据透露 小组向中国国务院副总理 何立峰报告工作 何立峰分管经济金融事务 直接向习近平报告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中国特别关注的一个领域 是他们超过3万3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这个外汇储备规模是全球最高 根据接近北京决策层的人士透露 习近平在2023年秋天 罕有地视察了国家外汇管理局 期间询问 如何保障外汇储备安全的问题 台湾学者 华人民主书院协会常务理事曾建源表示 中国应该已经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 所受到的制裁中作出计算 因此俄罗斯的教训 应该会令到中共抑制返台的念头 六四文献专家吴仁华认为 中国成立类似的研究小组做沙盘推演 以评估武力侵台是否可行 以及要付出的成本 吴仁华认为 欧美直接制裁俄罗斯的力度很大 但对于一直支持俄罗斯的中国 制裁就明显不够强硬 欧盟国家包括美国 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进行的经济制裁 可能效果比较明显一点 但是对背后支持俄罗斯的中国 基本上这种经济制裁 效应根本没有看出来 对中共制裁的力度是非常不够的 对中国还是有很多的保留的 曾建源也都认为 中共制裁研究小组的曝光 也都警示了西方国家 不单止要对单一独裁国家进行制裁 还要堵住邪恶联盟支持的通道 或者努力去分裂和瓦解 这些独裁国家联盟 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 中国那边等于说开了一个后门 如果未来要对于中国 也要进行这个经济制裁的话 那我们就要去思考 中国这些被制裁的项目 它可以从哪些方面 哪些国家可以取得 华尔加日报的报道又提到 俄罗斯在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 虽然美国和欧盟凍结了大约3千亿美元的 俄罗斯央行资产 以及采取其他的经济制裁 但俄罗斯经济就出现了令人惊讶的人性 很大程度归功于石油出口 以及中国的经济支持 去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破纪录的2千4百亿美元 欧美国家已经意识到这个漏洞 美国上个月制裁两家中国公司 指他们协助俄罗斯 生产用于战争的无人机 接着由夏雪报道几则新闻简讯 世界和平和稳定的责任 反而向俄罗斯提供经济和武器援助 违背欧洲的核心利益 对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和平构成威胁 又表明今次访华将会向中国表示 不会对违反规则行为视若无睹 立陶宛近日宣布 中国驻立陶宛代办署3名外交人员 被列为不受欢迎人士 说他们违反多项当地和国际法律 所以行使最严厉的外交制裁措施 要求他们在一星期内离境 中国外交部星期一回应说 中方对这些粗暴挑衅行径 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 又说立陶宛在涉台问题上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今次事件再令双边关系恶化 不少分析质疑 立陶宛今次驱逐中国外交人员 与中国怀疑牵涉 最近波罗的海两条海底光纤通信电栏 在瑞典领海遭到切断的事件有关 中国华为其中一款AI处理器 近月被发现使用台积电晶片 违反美国禁令 台积电随即在11月11日开始 停止向中国供应7纳米以下的先进晶片 希望能防止华为白手套事件重演 据报措施已经重创中国的人工智能 招生考试报名人数就持续到跌 而且跌幅幅大 有大陆媒体说 反映学历神话正在破灭 加因攻读研究生的性价比下降 越来越多碩士和博士最后是做一些 不需要高技术的工作 例如摆地摊 保安员和送外卖等 值得关注的是 公务员报考人数就屡创新高 可以看到研究生和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 呈现持消被掌 香港镇地社工陈鸿秀 被指在2019年8月31日 参与湾仔暴动 原本被裁定表证不成立 律政司之后上诉得值 案件需要发还重审 案件在星期一在区域法院开审 控方看案陈池说 陈鸿秀当日多次用抗音器 向警方叫喊 请你不要开窗 请警务人员保持冷静和克制 说这些言论 反映陈鸿秀是有意图参与暴动 并且藉着身处现场和叫喊 鼓励暴动 更多新闻和分析评论 请到本台官网 同各社交媒体平台阅读 或者收睇 自由亚洲电台 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 报道完毕 多谢收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